据官方通报 根据病毒测序结果 西安本轮疫情来源于2021年12月4日 巴基斯坦航班输入的德塔病毒 那么本轮疫情德塔病毒确诊患者的临床症状是什么 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陕西工作组医疗救治专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马晓春 那么从整体的临床表现上来看 也应远是以往的病毒性感染 病毒性肺炎这样一些基本的特征都是具备的 那么应远是以呼吸系统表现为主 比如说咳爽 有个别的病人有一点气短 全身系统的表达 这次感觉好像就头疼的病人相对多一点 但是和以往比较 比如说腐泻的病人 比如说嗅觉和味觉上次的病人相对比例是少的 发烧的病人总体上感觉和以往比相对的比例也相对是稍微少了一点 据了解2021年12月9日零时至2022年1月8日24时 陕西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16例 西安市1989例 那么这些确诊患者是如何治疗的 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和婴幼儿有什么不同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养疗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坚决地执行清醒状态下的佛胃 包括更普遍的抗瘾的治疗 还有综合抗体 还有我们现在用的一些针对性的这样一个球蛋白 据悉截至目前陕西本轮疫情确诊患者 重症率相对较低 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早期的中医药的干预 我们中西医的融合 共同来在早期就进行积极的这样干预 我觉得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实际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 开发出来一些针对性的 这样对病毒本身的治疗的一些治疾 包括这个综合抗体 那么实际也可能是有益的 就是接种疫苗的病 整体的重化率相对来说是低的 而我们实际能够看到的重症的病 大部分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这也提示我们实际在我们国家 积极地推动这样一个疫苗的接种 对于减少这次疫情带来的重患的发生 我觉得可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马晓春说 在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病人出院 这也显示出早期的干预 及综合治疗取得的疗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绝大部分病人会逐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